看江台堡访乔家局 了解红军长征会事的故事 贵宁和江台堡 两个一四和一二方面军会合之后 才标志着红军长征的结束 回族踏脚 为什么看起来像武术 怎么感觉很乖 不太像在跳舞的样子 感受不一样的社会 我不上脚摆上了 他有死属不再跳 品尝热气腾腾的暖锅 这排骨炖的好烂呢 心情咬一会儿 还一大块肉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没外 第97集 红色六盘 人文固原 正在播出 离开顾原市区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驱车来到了顾原市西极县 西极位于六盘山西路 距离顾原63公里 这里是红军长征结束 胜利会事的地方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继续在顾原的情城 我们沿着战国秦长城 现在来到了西极县 你能看到我身边平坦的土地上 怂起的这些山坡 就是战国秦长城了 现在它保存的还挺多的 断断续续的 这边一直延伸到山脚下 那边也延伸到山脚下 这边的山都属于六盘山的渔脉 当年的秦国就在这里 一山就市 巨险设在修筑起了这段长城 和六盘山西一起 共同守护着秦国的北部边疆 说起这段战国秦长城 当年毛主席 率领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的时候 也途经这里 事后写的那首词 《新平越六盘山》当中说的 不到长城非好汉当中的长城 指的就是它 三月过六盘山之后 也给了红军队伍很多的勇气和魄力 这一次 我们就沿着战国秦长城 重走当年红军长城路 这次带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是 雇原市的文史专家蛇老师 据他介绍 西极县镜内现存长城主体十三段 总长一千七百多米 长城两侧现在还重有庄稼 长长的脊梁在田地间时段时序 虽然墙头长满了荒草 但依然屹立在风雪之中 颇有气势 当我们走进它时不难发现 这段两千多年的战国秦长城 两侧墙体的夯层 依旧十分明显 舍老师 这一段的这个长城 和我们之前去的 雇原市区的那一段 是一起修筑的吗 这整个完全是一段 是完整长城 属于一段 对 你不要现在看这个产原都还比较 很不好看 但是在公元前272年 刚修筹的时候 它很威优 也很壮观 民国习级县镜上 就在也是 还有一个是七八米高 那个地方大概有十米高 因为它那是强洞 强洞就咋办 就是烧饼 防烧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山坡的坡顶 原来是应该有房子 有房子 对 它就和后来我们看这个 明代的长城的敌楼是一样的 1935年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 向陕北根据地停进 在宁夏六盘山的青石嘴 击败了前来堵截的第一骑兵团 在翻越六盘山后 写下了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形成二万的壮丽诗句 蛇老师告诉我们 今天这里依旧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 蛇老师 我们现在是不是又走在这个当年红军长城走过的路上 对对就是 1935年 这是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城 进过六盘山去的时候 在古远地区共住了四个外山 第一个外山在山下鸡 第二个外山在找一步 第三个外山在小岔狗 第四个外山在小岔区 蛇老师告诉我们 在离战国秦长城 仅两万米的江台乡明台村 有一座城堡 那里就是当年红军胜礼会诗的地方 1936年 10月22日 会诗后大门在这一面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个地点会 这个地方一个很大的广场 但这个城堡一共是一万一千五百人 江台堡最早建于北宋年间 主要目的是为了响应朝廷 修筑宝寨防御西夏南新 1920年 海源大地震 江台堡毁于一旦 现存的土堡 是在原址上缩绞面积 重新修筑的 1936年10月22日 贺龙 任碧石 观想英 刘伯成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 与左权 聂荣真 邓小平等率领的红一方面军 在江台堡胜礼会诗 结束了历史两年的长征 土堡东西长70米 南北宽68米 堡墙高10米 跟随舌老师 我们来到土堡之上 走上这个降台堡的城墙 觉得这个墙体还真挺高的 你看我们身边这些远处的农田房屋 一赖步鱼 这个步子在你松朝港建成的时候 主床子一千米 这个步子你建这个落步子的三分之一 那这个降台堡的这个城墙大概的高度和当年的这个秦长城差不多高 差不多 那你看在下面如果这个敌兵过来在城下真的很难攻进来了 对对对 就防御住了 在江台堡城墙外侧挖有护城豪 深达树米 站在堡墙上 远处还能看到昔日旧堡的模样 蛇老师告诉我们 因为常年被雨水冲刷 土夯的堡墙已经严重损坏 冬日的天空格外晴朗 江台堡被厚厚的白雪覆盖 一片宁静 堡内现在还建有三军会师纪念馆 跟随蛇老师 我们来到了馆内 看这个图 这个当年红军长城路线就很清楚了 最终的目的地都是这里 这个山甘宁苏区 出发的点呢 就是剩下我们看到这些红色的区域 就是不同的军队出发的区域 最早一直到达这个苏区的是哪一支 我要说就去三五年前八月份 就到达这个地方 就是从这个厄与晚苏区 这是第一支二十五军 第二支是中央红一方面区 开始从苏区出发以后 十月份 他们到了山甘宁远区 三六年就十个旧口 都打回宁 所以红一方面区和红四方面区 这回室一回事 二十二号红一方面区和红二方面区 加财部的地方你打回室 把两个地方都作为结果地 在三军会师纪念馆内 保存了很多红军长征时用过的机枪 手雷等武器和各种生活用品 听舍老师介绍 红军长征路过顾元市 曾在这里住了四天 离开江台宝 我们驱车两个小时 来到了顾元市旁阳县的乔家区 这里是长征市 毛泽东曾经素颖的地方 乔德雄是乔生奎的孙子 今年七十岁 从小就一直住在这里 大院坐南向北 院内有窑洞十二孔 2006年 当地乡政府把毛泽东等领导人当年住过的五孔窑洞 及其雅面 全部用青砖弃壶维修 面向公众开访 现在每逢清明节 仍然有很多人来这里面怀毛主席 这就是过去园线的头墙 就剩下这么一面墙了 这个头墙都是日备多年的头墙了 原来就是你家老院子 原来就是我的老院子 我住在这个家里审活的 那你以前你家房子挺多的 我看这有期间呢 是吗 我们是个大家庭 我有五个月一年 都住在这个院子里 这个是全洋的 全牛的 这个是什么洋 这个都是个厨房 厨房 这个里面都是我爷爷的 我那儿的住 现在还住人吗 这房子 这房子现在没住 没住人 还能进去看一看吗 能进去吗 能进去 没行 装着钥匙呢 有时候装 跟随乔德雄 我们来到当年毛主席住过的窑洞 这就是当年这个样子 是吗 你看这个样子 都是过去的 这种个窑子 现在这个就是个潮派 醒派 就是过来 就是在这个 咱们这个 某班上睡了 没有在脱康上睡 这个都是 现在只好 这个醒的 原来都是 五六只十几米生的药 因为睡不惯脱康 当晚 毛主席就睡在了窑洞中 用案板支起的 建议床铺上 那次同行的 还有王驾祥 张文天等领导人 乔德雄告诉我们 第二天一早 毛主席便率领红军 向陕北继续前进 走过去 老乡吃 我说 你们这个地方住的谁 不知道谁 后来怎么知道 住的家里的是主席的 四九年才知道 说是这个 主席都常住 入来经过咱们常处员 在乔家去住里 这都是我爷爷的名字 乔省 在乔省 现在乔德雄的大儿子 还在院里看了一个农家乐 给来这里参观的人提供食宿 乔德雄有五个孩子 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目前都在外打工 有的已经搬到了彭阳县城 跟随乔德雄 我们来到了他平时居住的窑洞 我看您刚才给我讲 当年主席来您家的故事 特别清楚 连案板放哪都知道 您都是听谁说的 我是我爷爷 我奶奶 那您小时候听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这个盖住主席 90个家 主席过来 就咱们给窑洞睡了 您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您小时候的时候 应该看的都是 毛主席的徽章 书画 海报 没想到主席还在您家住过 对 那那那故事 妈妈 你要把这个故事 要制衡 我老两个主席 做的吃饭 多少时间 就是要把主席 要制衡 在长辈的教导下 乔德雄一直坚守在这里 不曾离开 因为妻子患有胃病 正在银川住院 小女儿乔小妍 经常会来这里 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乔德雄说 过了冬季 其他儿女也要搬回到窑洞居住 一家人会把红军长征 路过这里的故事 一直流传下去 毛主席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晚 成为了乔爷爷他们一家人 甚至全村人都非常难忘的回忆 你想 在1935年的那个战争年代 人们的心都是悬着的 当时有几千人的红军队伍来到村子里 在村民们心中 他们就是一道长城 故事难忘就难忘在 这只像长城一样的部队 给了当时的村民一份心安 和后来的这里一份稳定 回族踏脚 为什么看起来像武术 怎么感觉很怪呀 不太像在跳舞的样子 远凤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 第97集 红色六盘 人文故园 正在播出 我们现在来到了靖元县的香水镇 我身边就是香水河了 以香水河为界 这边是大园子村 这边是小园子村 这是两个回族人生活的村落 之所以叫园子村呢 是因为当年村里的祖辈们 从陕西迁到宁家的时候 就沿用了过去的老名字 所以园子村这个名字 也是这里人们对于祖辈生活过的地方的一种记忆 走在村子里啊 你会感觉这里很安静 听得最清楚的就是耳边的水声 和这些鹅和鸭子的叫声 村里人的生活也比较朴素 和传统 我们这一次来到园子村呢 也是来寻找一种传统的回族舞蹈 叫做踏脚舞 据说这里的人们在农贤的时候 还会跳起这种舞蹈 踏脚舞也叫踏脚 是回族独有的一种舞蹈和攻防技能 目前只有靖元县园子村还在保留 园子村一共有657户 2600多人 全村人都是回族 因为正值浓闲 村庄显得十分安静 出到园子村 我们找到了村子里叫踏脚的传承人 马荣堂 他告诉我们 在他家的院子里 踏脚者正在练习基本动作 现在这就是在跳踏脚舞吗 踏脚舞 怎么感觉很怪 不太像在跳舞的样子 是全的一种踏踏脚 可是我看着不太像是一个舞蹈的样子 那是才开始 根底还没有开始 还没开始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踏脚看起来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优美 这种土生土长的乡村文化 更像是挤人间的切磋较量 双方对大是 你踩我闪 你攻我手 完全依靠脚步完成各种攻防动作 双手只起到平衡身体 防护遮拦的作用 因此有手势两扇门 全凭脚打阵的说法 为什么要叫踏脚舞呢 踏脚舞 这就是 现在就往这边 就是以为在舞蹈的样式 以前它不是舞蹈 以前不是舞蹈 以前是什么 就是战场下来的退功 战场腿功 以前是武术是吗 以前就是三十六楼梅花腿 我们从三十到这时间 把那个石传了 为了把这个暴流下来 给名称踏脚 就是年龄大的 踏脚挖挖跟上看 祖传就是这么祖传下来的 马荣堂告诉我们 相传 踏脚在唐朝时传入中国 原是波斯士兵闲下士 用腿脚动作在军营中 自娱自乐的舞蹈 后来逐渐演变为 即娱乐 舞蹈 竞技和健身 与一体的民间艺术 农闲时节 村民们常会聚在一片 宽阔的空地上 一对一 一对二 进行对踏练习 经验丰富的踏脚者 会在旁边观看 有十五之处 就上前点评 哇 现在好精彩啊 这两位大叔 对 他们踏起来就有那个 古代的踏法了 他们这个步伐 就稍微就是传统一点 你能感觉到是那种 跟老人学来的那种 转身的那种踏法 马荣堂介绍 练习踏脚的都是男性 他们小时候就在一旁边看边学 自行揣摩如何踏脚 遇到不明白的地方 会主动向长辈行教 今天村子里的年轻人 也是这样练出来的 老年人是我们古来的踏法 就是传统得多一点 嗯 那其实踏法还都不太一样的 那有哪几种踏法呢 主要是三种 平踏 背脚 转脚 这样吧 我站在这 您给我演示一下 平踏 嗯 啊 平一裸进 转脚就过来了 啊 平踏 其实我是正面的过来这样踏的 转脚是这样 是吗 啊 那那个背脚呢 背脚呢 就是你后面来这 平踏时一般侧身朝向对方 以拳脚掌向对手登出 转脚是利用身体快速转体 攻击对手的背面和侧面 背脚则是背向踢腿 攻击时让人防不胜防 学完基本动作后 记者孙亚鹏也愈于愈试 想和马老师切磋一下 竞技的过程中 乐趣挺大的 上去不再下去 经常练下去就对了 对 我能够明显感觉到 马大树在让我 基本都没有进攻 都是我在进攻 但是我身上还是有不少土的 你看 这些都是踢到了 马荣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屈脊踏脚传承人 年轻时在村里 曾被认称为踏脚王 因为上了年纪 现在主要负责 指点年轻人的动作 今天他还找来了 村里的两位高手 为我们展示踏脚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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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暂停一下 忽然间这两个大哥开始踏之后 变得特别的精彩 这个踏脚舞 对 两个人的腿都能踢得超过头了 这样吧 我先当裁判 我看一下你们两个刚才这个输赢的情况 我看一下 你站过来我看一下 哇 那应该是你输了 是吧 你看这个大哥背后 满身都被 已经被踏的这个脚印出来 这些都是 您两位这个功夫 我看是练过的是吗 今天是他家那个二 多次那个 明慧 就是拿那个二等奖 二等奖 马凤友和马全文 是京元县文化馆踏脚队的队员 听他们介绍 踏脚讲究手眼身法部的配合 动作大 变化多端 因此踏脚高手在实战中 要快速迅速的进攻 灵活的躲闪 不但需要敏锐的反应 和身体的协调性 还需要有智慧和谋略 您觉得踏脚 它能在这么多民族运动当中脱颖而出 获得大奖 它最好的最吸引人的点是什么 它是民族性特别强 所以历届参加全国民运会 它就强调的是什么呢 第一是民族性 第二是体育性 第三是观赏性 所以踏脚一直能参加全国民运会 它的主要成分还是这样的 因为全国只有我们宁夏有 京元踏脚曾代表宁夏参加过 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获得过四金三银的好成绩 马荣堂告诉我们 要想练好踏脚 不下苦功是不行的 跟随马荣堂 我们来到了他经常练习的地方 平时就是这棵树来练功 怎么练啊 哇 这个大凹槽都是您踢出来的吗 那这个估计得常年累月 不停的在这棵树这练功了 要牛嘛拉出来拉进去 造成下午的登记卷 其实这个踢的过程中 是不是这个腿长也占优势 我看您这个身高很高 腿长肯定占优势 是吧 您这个有多高 一米八五 一米八五 那村里算是您最高的了 怪不得都说您踢的好 您这个有先天的优势 马荣堂从小就和叔叔学习踏脚 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 目前他正在努力地把踏脚技巧 传授给村里的年轻人 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项运动 京元县还把踏脚列为地方课程的一部分 走进校园和课堂 让这项古老的竞节运动一直传承下去 感受不一样的社会 品尝热气腾腾的暖锅 这排骨炖得好烂呢 轻轻一咬一咬 还一大块肉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97集 红色六盘 人文顾园 正在播出 从顾园市区出发 我们驱车在福营高速 行驶离一段时间后 因为风雪过大 高速临时风路 我们不得不改走312国道 此次我们要前往的目的地是顾园市龙德县 龙德位于顾园市西南部 地势东高西低 石山九沟 想要到龙德 首先就要翻越六盘山 在风雪中行驶了半天的时间 我们来到了龙德县陈浸湘的新河村 这是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小山村 我们终于到龙德了 你看我们刚才翻越过的六盘山 到了冬天 它就会变成一座座的雪山 这边真的已经下了很多天雪了 所以你看我走在雪地上 每一步都是一个很深的脚印 我们长城内外设置组 沿着长城一路从东边走过来 发现长城沿县很多地方 都流传着一种传统的表演形式 叫做马设火 即使由于长城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 一个交汇的地方 这个马在生活中很常见 也是由于长城沿县战争频发 这个马在战争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所以生活在长城两边的人们 都有一种对于马的崇拜 后来人民也把他们对于马的这种崇拜 融入到了这种传统的 摄火祭祀活动当中 你看我身后的这些白房子 一个一个的 这就是新河村了 我们打听到现在在新河村 还能看到非常传统的马摄火的表演 一起进村去看一看 因为天气寒冷 山路积雪后 第二天才能进行马摄火的表演 我们当晚就住在了县城 四日清晨 我们直接来到了村委会 见到了事先约好的村民赵世荣 他告诉我们 今天表演马摄火的演员正在屋里化妆 为啥叫马摄火 把戏剧人物放在马摄火的一种表演形式 根据人物的各种斗具 作出一种指示来 他也不抄不杀 就是有人管说的 一般听话讲指示一种指示 给你固定了 因为你一边话 比如说管约年纪 年纪平常是年纪迷着你 这都被人家 如果是你这一块的话 他就不需要关于这个形象了 它是个固定的指示 这个演员其实要是比这个跳起来还累呢 因为保持一个姿势 远比你这个灵活的动起来要累多了 赵世荣今年63岁 现在是村里马摄火的组织者 听他介绍 年轻时他也经常表演摄火 从服装道具到马匹车辆 每一样都有明确的分工 新河村马摄火每年的剧目 也不一样 今年编排的这场是三国戏 关羽 张飞 赵云等角色都会出现 因为马摄火的演员不受年龄限制 老受机遗 所以只要喜欢都能参与其中 张飞画完了是吧 还要戴胡子 所以下面这块没有画是吧 就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表演马摄火的 马摄火 记得最早的 十几岁 那想一想你这么多年演过哪些角色 摇摇窖里面的摇中宝 西游记里面我就捉过猪八戒 你演猪八戒 你这个身材可以吗 好像造型还挺多变的 杨宗宝的印象中是那种非常帅的将军的感觉 不得这个点大 打上什么样子都好看 有时候还抓过那个女的 还反处啊 两心一化也好看 也好看 大哥刚才告诉我 我这个样子装成什么样子都好看 离开村委会 赵世荣让我们先去村口看一看 听他说 随着旅游的发展 2015年 这里建起了很多农家乐 社会结束后 还要准备当地里一样特色美食 暖锅 因为赵世荣在安排社会道具 我们便自己来到了厨房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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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正在制作暖锅吗 是的 这个就是暖锅 这个样子还真挺不一样的 形状感觉像是吃的那种 这种涮肉的铜火锅 但是它这个材质还挺特别的 这是什么材质 开杀的 暖锅 是龙德民间的一道包在菜肴 龙德暖锅最好的用具是杀锅 暖锅汤一般是熬煮后的鸡汤或骨头汤 因为暖锅在中间有空心筒 可以用炭火烧煮一圈菜肴 吃起来可谓是胃从煮中来 香自火中生 龙德暖锅的装法有混装 格挡装和盖面子三种 今天的暖锅用的是盖面子这种装法 很多种食材 都放到暖锅里面吗 不一 这个是一层一层装起来 对 加点火 因为这是暖锅 它是有顺序的安排的 你看现在锅底垫了一层白菜 接下来要放什么 放点萝卜 因为这个力火静点 一共有多少种 就是家里的炒有的一些菜 把它放在里面就行 这个吃起来热乎乎的 就是吃火锅 这个天气我觉得吃这么一个暖锅 大家表演完简直太好了 是每次这个马射火表演完 都要吃这么一个暖锅是吗 是的 龙德暖锅主料全是家常菜 需要提前煮到七八分熟 食材以白萝卜或土豆为主 配有蘑菇 豆腐 丸子 排骨等 上面还需要盖一层过了油的五花肉 亲友们走家创户 用暖锅招待客人 满屋子热气腾腾 既实惠又可口 马射火是新河村的一件大事 很多村民都开始忙活起来 他们还在后山建立了一个 马射火传承基地 专门在那里饲养马匹 制作马车 跟随赵世荣 我们来到了后山 一会表演就是这个车是吗 对 真的很漂亮 这个是那种淡棕色的木头材质的车 已经装扮好了 你看上面 这些绸子 这些叙叙都已经挂上了 今天早上才挂的是吗 我看身后有两位大叔是正在给这辆车装扮是吗 对对对 您好 您今天演出吗 今天演 演呐 演什么呀 我和小子拉马的嘛 很有负责这个车的整个安全的 前马的啊 前后这个治愈这方面的 都有车车负责的 这两辆马车是今年新做的 每一辆都有几百斤重 所以必须要请经验丰富的人来牵马 在传承基地里 演员们也已经穿好了服装 大家兴致盎然的拿出手机 给自己的新造型拍照留念 他们还为自己的角色 想了一句新台词 现在大家这个衣服都已经换完了 你看这些村民大哥穿上这个戏剧的衣服之后 你从那个衣服啊 这个画的妆啊 包括拿的武器 基本能看出来大家演的什么角色 但是还是让那个几位大哥 分别跟人家介绍一下自己演什么吧 从您开始怎么样 大家刚才都说张贝大哥是给赵大叔走了后门才演的角色 因为大哥是一个笑脸 他一说话就很容易露出笑 不像我们印象中就是那种很凶悍的张飞的那个感觉 你这位是张飞 我看旁边这儿又有一位只画了脸的这个大哥 您演的是 我演的是义城关 就是过去子宣留下那个义城关 说一些顺口粒啊 艳雨之类的 在传承基地外 马匹和车辆已经准备完毕 门口聚集了村子里大部分的村民 各家各户都派代表来参加马射火 在队伍的开头是锣鼓和采集队 一般是村里的妇女和儿童 在义城关的号令下 演员们纷纷上马准备出发 但是有的马儿却倔强的狠 不愿动弹 村民们只好更换了几匹温顺的罗马 在耽搁了十几分钟后 队伍开始向村里出发 马队的第一批是关羽骑的是吗 是的 这一批马好像还听话一点 是吧 你平时会骑马吗 会 会 所以你骑上也没有紧张吧 为什么 冷吗穿成这样 不冷 不冷 这袍子还挺厚的 你看 是吧 这块还加了棉 你看 很厚的一块 一般出发都是从这个位置吗 从这个位置 如果上线的话也功能一直走 有时候这个走的员走的员就看 村民们扮成各种戏剧人物 骑在马上 手持刀锚剑灯道具 模仿古人打仗式的姿态 马上是武将 车里是刘备和诸葛亮 装扮金桥美观 造型威武神奇 颇有气势 大家都期盼通过社会的形式 给全村带来福气和好运 希望新的一年收成更好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那为什么不走着直接就方便 还要骑着马呢 那这个在这边流传了多少年 您知道吗 这个流传 不知有一百多年 多少百年了 赵世荣十岁就开始跟村里的长辈 学习组织马收获 听他介绍 新河村以前条件艰苦 并没有这些马匹道具 每逢年节 大家就从自家拿来衣服 棉被等荡系服务 但这并没有减少大家对社会的热情 走在村里 很多人都放下手中的事出来观看 一般穿成这样都在舞台上 今天我们看他们 这个骑着马走在村子里 给了我们一种很穿越的这个感觉 像这样大的阵容 你就能感觉到人们对于这个马社会的一种感情 是由于人们对于这个传统文化 这是一种感情 也可能是由于对于春节 非常喜庆热闹这种环境的一种感情 另外就是大家集体的 一同参与 一同演出 一同进行的一种邻里相亲之间互动的感情 所以人们都非常喜欢这个马社会的演出 我先继续追上这个队伍去 马社会让雪中的新河村充满了年的味道 观看的村民还加入到马社会的行列中 一起走上一段路沾沾吸气 整个队伍要在村子里绕一圈 走上一两个小时 基本每家门前都会路过 在队伍的最前方 宜成光用力吆喝着马社会的故事 吸引着前来观看的村民 五湖上将拜上了 跨越四孔股战场 整校建议要保留 后人要下整校全 喊得好卖力 确实有时候人多了 在敲击鼓 不喊大点声 听不见了 刚才五湖上将办上了 跨越四孔股战场 这都是您自己编的 投原三解忆 它这就是整校解忆 但是警示要让我们后人 继续把老肚子留下 这些东西结成下去 比如我里整校解忆这几个词 你看这个宜成光大哥扮起来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形象特别可爱 我一看他这个装 我特别想笑 你能不能看 笑就对了 不笑才不正常的 因为我的这个角色 蹦着就是让别人秀的 就说明我成功了 成功 杨斌告诉我们 过年的时候 如果遇到了其他孙子 也在组织社会 两方的宜城关 还会互相喊话 以较高低 在村里撞了一个多小时后 社会队伍来到了村口 这里早已站满了 前来迎接的村民 阿姨您好 您看马社会表演了 是吧 您是新河村人 我是 别的村的 我是看马社会来的 专门跑过来看马社会 那您觉得这个马社会 哪好看啊 好看 特好看 马社会好看 马社会走到村口后 人们纷纷上前 给队伍寄上 准备好的红绸缎 马上的武将 显得更加气宇轩昂 无所畏惧 一走到这个农家院门口 这个当地的这个村民 就给你们带上一个这个仇子 是吗 就是 为什么要带上一个这个仇子 一个是提现这个 从子里面 人们的这个热情 一个是 提现一下细情 红水消息的细情 其实是欢迎一下社会队伍 你看这边村民都已经站出来了 而且我看到家户户门口 都把这个桌子 桌子上放的就是这个暖锅和馒头了 是吧 这个是祭祀吗 还是 这个不是祭祀用的 顾名思义乱过 这是乱人心的 暖人心 暖人心的 这个体现了 你正名距离 为什么你看 乱过他那个原住性的东西 让这个傻乱的人 都围到一块儿 都吃 不是为了饿才吃 为了拖一个 那个几个距离 锣鼓喧天 兵炮齐民 在表演结束后 大家热情的邀请社会队伍进屋品尝暖锅 共同迎接新的一年 哇 这个暖锅做完之后 这个颜色好丰富啊 你看红的绿的搭配 看着就很有食欲了 要不我们赶紧吃吧 好 嗯 这排骨炖的好烂啊 轻轻一咬一咬 还一大块肉 过去啊 这是一只 找到客人的 最后的 一只利益 就只能有这个乱管 鲜天 他们都是和后了 老百姓都有钱了 可以是你小吃 就是家常便饭 暖锅熬煮过的食材 香味醇厚 荤素搭配 不但美味而且滋补 是秋冬季节龙德居民的首选菜 屋子内红红火火让人心情愉悦 吃过暖锅后更是让人念念不忘 火上微热的不仅仅是美味 也是新河村最朴须的温暖 吃完暖锅 整个人身上都暖和了一些 其实跟着这个马队走一天还真挺累的 我想参与这个马社火表演的大哥大姐们 他们肯定更累 我觉得这个马社火的表演过程 就是村里一个很盛大的运动会 同时它又是一个趣味的文化盛会 你看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这个戏剧的人物形象 了解了过去的历史故事 同时还锻炼了身体 邻里相亲之间也沟通了感情 最重要的是村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许下了新的一年 美好的一段望 所以虽然大家都有点疲惫 但是每个人都很开心 大眼飞过老墙 大眼飞过老墙 明月照在高傲台 梦里土铃一阵 醒来桑天沧海 谁还在 挑灯发奉意 将家书 托于勇武钗 谁再吟唱那首初赛 一腔血 始终澎湃 去伴我长风满蕾 无前在平泽接派 一方轻转意 去万月的姿态 去看我装置豪迈 万明天此情可待 山河如花 水明前 有差 天 未来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 摄日组 这一站来到青海省 海东市乐都区 解开青海明长城 陈锋的历史 我们考察的时候 就说每一步 就是说都是顺着这个 山河就是一切地走 传统牛角弓如何制作 刚刚听到电话才能上音 山村射箭赛有何讲究 这中央了 保持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98集 长城下的弓箭之箱 敬请期待